外星生物我们通过科幻电影已经看过不少了 这帮孙子长得基本上全是乖乖烈套 而且脾气也都不太好 动不动就要毁灭全人类称霸地球当老大 他们侵略地球的手段也是花样百出 有散播病毒的 有利用基因如亲的 有伪装成人类混居于普通群众中司机捣乱的 还有一些直接跟地球人硬钢的 但甭管他们用什么办法 最终都必然被地球人虐得体无完肤 今儿跟大伙聊一部俄罗斯的科幻片寄生一行 故事发生在1983年 飞船正在太空里下悬梦 宇航员铁锤和狗胜正在做着返回地球的准备 刚开始一切都挺顺利 不管是油门刹车还是方向盘离合器 工作都挺正常 可这哥俩刚脱离了空间站就出事了 一个外星生物突然趴在了他们的舱盖上 在哈萨克斯坦的郊外 铁锤和狗胜的返回舱终于着陆了 但不幸的是 狗胜已经被外星生物给干了 铁锤虽然没死 但也只剩下半条命 神经心理学专家春花 由于在为病人治疗的时候使用了特殊手段 导致病人差点死掉 此时正面临着患者家属的投诉 和卫生部委员会的质询 春花不择手段的治疗方式被军方的人发现 军方某研究机构的负责人上校王德白 邀请春花加入他们正在进行的某项研究 研究的对象正是不久前死里逃生的宇航员铁锤 王德白说铁锤得了肩膀症了 返回地球时发生的所有事他全都想不起来了 随后春花跟着王德白来到了 位于哈萨克斯坦的联合科学研究所 这是一个秘密的研究基地 外界的人根本就不知道 此时的铁锤正在接受研究所的科学主任的催眠 主任企图利用催眠术找回铁锤失去了那部分记忆 但折腾了很多次一点效果都没有 前驴继琼的主任觉得很没面 气呼呼的摔门而去 看着主任气急败坏的样子 春花走进房间打算先摸摸铁锤的底细 观察了一会之后 春花发现铁锤不仅有抑郁焦虑症 周围神经也可能受到了嘴上 这跟他长期关在这不无关系 既然找不出什么大毛病 春花便准备第二天打斗回府 内部的招待所非常简陋 打外线还必须经过王德白的同意 很不人性化 到了后半夜 王德白突然把春花叫到了实验室 通过监视器 春花看到了不可思议的一幕 原来那个外星生物寄居在了铁锤的体内 一到后半夜就会出来溜达一会儿 在外星生物出来放风的时候 铁锤便会陷入昏迷中 只有外星生物返回铁锤的体内 它才会苏醒 所以铁锤根本不知道 自己体内寄存着一个外星生物 这外星生物一看就绝非善类 虽然细胳膊细腿 但颇具攻击性 把春花下得哗着乱缠 心脏病差点哗 王德白把春花叫来的目的 就是希望春花利用自己的专业 把寄生体和宿主分离出来 根据王德白等人目前掌握的情况 铁锤和寄生体之间 似乎存在着某种令人难以置信的联系 当研究人员打算把他们分开的时候 铁锤的生命体征就会下降 它的身体似乎就是外星生物的太空服 而且这种外星生物具有非凡的再生能力 它能帮助铁锤迅速恢复状常 这个寄生在铁锤胃里的小怪物长远30公分 当它从铁锤体内出来溜达的时候 就会释放出一种毒素 令铁锤暂时昏迷 而且它出来溜达的时间也比较固定 都是每天凌晨的2点40分到3点10分这个时间段 在研究铁锤的资料时 春花发现铁锤还有一个儿子小正太在孤儿院 小正太由于患病腿脚不是太利索 那么这个小正太为什么没跟着铁锤儿子进了孤儿院呢 原来铁锤和小正太的妈咪并没有结婚 小正太的妈咪去世之后 铁锤本应该把儿子接到自己身边 但当时铁锤刚好有机会加入宇航员的队伍 为了自己的前途 铁锤隐瞒了自己有私生子的事情 春花的灵魂拷问确实戳到了铁锤的痛楚 也导致铁锤的激素水平发生了变化 春花说你整天把它关在这里可不行 得出的数据不准确 你必须把它从单间里放出来 这样我们才能搞清楚 外星生物的活动规律和生活迹性 凌晨2点40分 外星生物准时出来下溜达 春花跟外星生物隔着玻璃交流了一会儿之后 发现外星生物对那个不导屋的娃娃很感兴趣 加上盲目的自信 觉得自己已经取得了外星生物的信任 于是让人打开了玻璃窗 春花觉得既然都是朋友了 那么摸一下应该没问题 本来这气氛挺和谐的 可由于春花过于急等摔了一屁股蹲 这下可把外星生物给惹毛了 上去坑吃一口就咬住了春花的大肠腿 王德白一看急忙派人把春花救出来 本来春花以为外星生物是依靠铁锤进食 也就是说铁锤吃什么它吃什么 但春花在观看录像的时候发现了毛泥 春花跟主任打定真相 刚开始主任闪烁其词不远说 春花说我知道你参与这个项目的研究是为了得诺贝尔奖 但是没有我的配合你想都不要想 今儿你要是不跟我说实话 我明儿就要打斗恢复 让你赔了夫人又折兵竹篮打水一场空 主任经不住春花的威逼利友最后说了实话 原来王德白每天都会抓一个人过来给外星生物喂食 从目前的情况来看 外星生物主要是以人的皮质存喂食 这件事对春花的冲击力太大 但没想到王德白居然如此的残忍 为了制止王德白这种毫无人性的行为 也为了解救铁锤 他把真相悄悄地告诉了铁锤 并说自己有能力把铁锤和外星生物分离 不过铁锤听了春花的话之后 似乎并不感到意外 那么他为什么不感到意外呢 原来铁锤早就知道自己体内有外星生物 而且他每天晚上的昏迷 都是因为王德白给他喂了药 虽然他知道王德白在利用外星生物搞外面卸道 但为了保住命 他也只能假装什么都不知道 晚上王德白把春花叫到了办公室 说出了他这么做的目的 原来军方准备把外星生物打造成一件超级武器 目前所做的一切研究 都是在寻找能控制外星生物的办法 王德白说外星生物吃的那些人 全都是罪大恶极的犯人 他们犯的罪随便拎出一条都够枪毙一百次 所以说你不要有什么想不通的 到了后半夜 喂食的时间又到了 王德白邀请春花观看外星生物进食的果子 那春花能看得下去 他直接冲进笼子里打算制止外星生物 从本质上来讲 这个外星生物和铁锤的意识 基本上已经融为一体了 不过目前铁锤还无法完全控制外星生物的意识 王德白希望春花能够帮他找出一个控制外星生物的办法 春花经过进一步的研究发现 当初外星生物之所以选择铁锤 而没有选择另一个宇航员狗胜 是因为狗胜得了早期癌症 这种癌症在早期人类是无法发现的 但是外星生物能够感知到 癌细胞阻止了体内高水平的皮质唇的生殖 导致寄生体和宿主无法建立生命联系 根据这个特点 春花想出了一个拯救铁锤和杀死外星生物的办法 那就是把类似癌细胞的物质注射到铁锤的体内 这样就可以把外星生物逼出来了 离开了铁锤这个宿主 外星生物最多能活一个小时 刚开始铁锤不同意春花的计划 因为他觉得这一切都是上天对他的成长 因为他抛弃了儿子选择了太空 这时他就有自取 春花说大哥你别说傻话了 活着至少你还能看到儿子 死了可就啥都没有了 正所谓听人劝吃饱饭 加上铁锤也不是那种钻牛咬咬的人 所以两人很快就达成了共识 在主任的配合下春花和铁锤仨子聊了 铁锤和春花跑了之后 良心尚未泯灭的主任 把王大白残暴的刑警向上级做了汇报 这哥们刚打完电话 王大白就冲了进来 二话不说就把主任给毙了 铁锤和春花刚跑出没多远 就被王大白的手下给发现了 眼瞅着这二位要被活捉 铁锤无奈 只好把癌细胞注射液提前注入到了体内 很快外星生物就从铁锤的体内钻乱出来 七里咔嚓把这帮当兵的全给杀了 春花则带着已经昏迷的铁锤 趁机逃出了几地 王大白在和外星生物这五战的时候 不幸被外星生物把手咬掉了一只 由于外星生物和铁锤已经成为了共生体 因此自要是外星生物那边有什么风吹草动 铁锤这边也未跟着倒霉 外星生物中枪之后 本来就奄奄一息的铁锤再次受到了重判 此时春花意识到 如果要救铁锤 那就必须把外星生物给弄回来 因为铁锤和外星生物谁理的谁都活不了 很快王大白带着受伤的外星生物杀到了 对于春花的背叛和出逃 王大白非常恼火 当他正在对春花试虐的时候 铁锤在旁边看不过去了 铁锤这边一生气 外星生物那边马上就感应到了 不容分说就把几个当兵的干掉了 王大白一看自己成了光杆司令了 就打算上去拼命 可还没等到出手就被外星生物把脑子给吃了 影片的最后 铁锤意识到想离开外星生物已经是不可能了 于是便开枪自杀了 春花则来到孤儿院 收养了铁锤的儿子小春开 看完这整部影片 我们还是来手唐诗压经 这个宇宙很奇妙 太多我们想不到 没事不要下研究 搞不好就交饭票